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 香港特区政府在这个星期通过了港广深港高铁 在香港段的一地两检方案 这项方案将会允许中国警方和入境检察官员 在香港高铁站内执法 香港官员说这项安排有助于高铁项目 来发挥最大的运输、社会和经济效益 但是香港民主派人士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 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香港自治权与司法独立的进一步干预 甚至说这是港府向北京割让土地 到底一地两检的目的何在 中国官员进入香港执法是否符合基本法 中国官员的执法权限又该由谁来决定呢 一地两检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续影响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 就此展开讨论 第一位通过Skype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现场讨论的是 香港公民党主席 也是资深大律师梁佳杰 梁主席您好 你好 高先生好 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职业律师 也是前市政局议员黄国同 黄律师 黄律师您好 嗨 主持好 主持好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基因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那么我想两位嘉宾在我们展开讨论前 我们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图表 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所谓的一地两检的方案 那么根据香港政府呢 在这个星期宣布的这个一地两检方案 实际上这个方案讨论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 这个呢就是要在香港的这个西九龙站的这个大楼里面 四层楼内同时设有让中国和香港两地人员 可以在同样的地点来为过境旅客来办理清关和查验手续 所以旅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条动线 一条是从香港离开 那么进入中国这个高铁的沿线城市 另外一条则是由中国的这个沿线城市进入香港 那么他们可以直接通过香港和中国的出入境管理站 都在同一栋大楼不同楼层 然后呢就可以前往中国的内地城市或进入香港 那么听起来很方便 但是我想请教我们的梁主席跟我们谈谈 为什么香港的民主界人士对于这个一地两检制度 或者这个方案如此的反对呢 最主要的就是大家要明白 当20多30年前我们知道要回归这个中国的时候 香港人都是坦堤不安 忧虑恐惧 为什么恐惧呢 因为全国性的法律以前已经制作了很多冤案假案错案 那么如果这一套法律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里头实行的话呢 那么我们原来享有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呢 就会大打结构了 所以呢在这个背景底下 我们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 就有一个第18条写了进去 这个18条呢 是很清楚的规定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里头呢 是绝对不能实施全国性的法律的 那么如果你现在在香港的市中心 整个西九龙的高铁总站 来就是各出了一个大概是10万平方侧的面值 来放弃香港自己的司法管车权 而且呢规定在这10万平方侧的地方呢 是实施全国性法律 由大陆的这个执法人员去执法 那么使得香港人呢就躺梯不安了 因为香港这个原来是根据这个基本法 这个地域里头的面值呢 就少了一大部分了 少了一个10万次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样 是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反对者 甚至引用这个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 割让土地的做法 那么港府呢对此 他们是引用香港基本法的第七条 说香港土地原本属于国家 所以他们是据此来制定所谓的一地两检方案 说没有所谓的割让土地之说 接下来我就想请教黄国同黄律师 您对于这个一地两检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您是否也担忧它后续可能带来的影响呢 我想是所有的香港人都是担忧这个问题的 因为如果是真的是一地两检的话 我们是在我们的司法指数下面 开了一个很大的洞 一个洞就是引进了就是国内的法律 就是国内的法律 基本上它的定义和它的取向 跟我们的香港的普通法是非常不同的 如果是引进了这个大陆的法系的话 我们基本就不了解他说的是检疫 他说的是关口 他说的是出入境 说的是什么东西 他所说的东西跟我们了解的是两码指示 就是我们第一个最担心的 第二点我们担心的就是说 如果这样做的话 就是公开了邀请国内的公安人员到香港执法 这样子我们是原权好像梁主席所说 是放弃了我们香港的司法管理权 像我们带到一个黑洞 觉得黑洞我们也不知道有多远有多大 一开了这个门的话 香港最后最后的防范 就是说我们一国两制 就是偷着手的把关的司法制度 也会选择的很严重 觉得这是我们最怕的问题 刚才你提到基本法第七条 基本法第七条是说了 香港特别的行政区 境内的土地和资源的资源 是国家所有 但是第七条所说的 只是说土地和资源 现在我们不是说这个土地 这一块小小的地方 这个中国这个中央政府 我们是说将我们的司法管辖权 跟也给了他们 就是说土地 我可以租一个房子给你 我可以租一个一大城楼给你 基本没有关系 但是我不可能 像让你有特别的司法管理权 就是说不通的 比如跟租土地和中央占有土地 基本上是两回事 是太困好了 像混在一起说的话 就是想令到我们视线是偏差了 离开了原则的问题 就是我们很担心的 那么梁主席跟黄律师 我知道两位其实都是法律界的专才 所以对法律有很深入的了解 接下来我就想要从这个香港律政司司长 他这个星期呢 在宣布了一地两检方案的记者会上面呢 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西九高铁站的这个 西九龙高铁站内的内地口岸区 使用大陆法律 但是在特定的民事和商业法律中 香港法院仍然有司法管辖权 这个让人有点看不明白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既是使用中国法律 但是香港的法院又仍然有司法管辖权 我想先请梁主席跟我们谈谈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安排 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来说 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争议或问题吗 那其实呢 在一般的民事的这个法律范畴呢 也是适用全国性法律的 你刚才提的这六个这个范围呢 都是跟高铁本身的一些合约有关系的 比如说它说这个保养的这个合约 或者是有关的高铁的这个保险的问题 这一些呢就用这个香港的法律 但是如果是简单的 香港这普通法里头呢 是有一个人身保护令的 比如说你在这个口岸管辖区 被一些内地的职法的人员 无理的居留 居留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如果在香港你可以向高等法院 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 这个人身保护令呢 可以说是一个民事的程序 判出来的命令 但是如果在这个口岸管辖区呢 是无效的吗 因为你不能把香港民事法庭 判的一个人身保护令 拿到这个口岸管辖区来执行 所以你刚才提的 整个六个特殊的特定的范围呢 都是跟高铁的这个营运 是有关的才是用香港的法 文事的民事的法律 那么黄国同律师 就有网友用这样的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比方说我带着我的手机 上了这个高铁 在西九龙站 那么我开始搜寻一些 非常敏感的包括刘晓波 包括雨伞革命 类似的敏感字眼 那么中国政府或者中国警方 在现场是不是能够对我进行拘捕 那么我的人身自由 就像刚刚梁主席所说的 到底是受到港府法律的保护 还是要受制于中国政府的法律 在这一点上 这样的问题将来 是不是有可能来衍生呢 您的看法 是我们很担心的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 在车商里面 用的都是国内法律的话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 就干一些东西 我们以为是没有问题的东西 但是根据国内的法律的话 你就犯了偏条 你就会很严重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怕的事情 刚才梁主席也是解释得很清楚 他们说的这个民事啊 商业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铁路上的问题 就是说在车商里面的问题 他说车商里面 根据国在他们 执法的范围的里面的话 用的都是国内的法律 而且他们有治安的权利 他们的执法 可以实行他们执法的权利 这个根据我们了解的 就是说真的是有些地方 是两检的话 说的都是说 就是不准境界入警 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他们可以抓人 所以说这种说法 就是我们很害怕的一种说法 但是说到最后的话 我们拼老命的反对的话 我们力量有多大 如果他真的要来的话 是 稍后我们也要继续谈谈 我们知道今天梁家杰主席 还出席了一场预备会议 那么将来要建立一个 有关一地两检的关注组 稍后我们也可以请梁主席来 跟我们继续说明 反对者又该能够采取什么样的 一个措施来反对这样的一地两检方案 能够发挥多大的效应 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 还有我们的网络上 有不少的网友在等待 我们先来接听 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观众朋友 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请说 刘先生在线上了 请说 喂 是我吗 我听到了啊 请说 我请问各位嘉宾啊 你首先你得说是一国 你再说两制 那是高度自治 你不是绝对自治 你们在那胡说八道什么呀 香港可能 这么好 就你们这 就这个水平还混到什么专家 这个那个的 你纯粹是小玩闹 好 河北刘先生 我们希望您发表意见 但是不要针对个人 来发表一些批评的看法 这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谢谢河北刘先生 提出您的看法 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 请我们的两位专家 来继续谈一谈 那么在中国 确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中国媒体 对于一地两检措施 在香港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他们也有很多的疑问 那么继续我来看 我们在网路上的几位网友的看法 这位署名叫Ed Zhao的这位网友 他说 赤化香港是北京当局 从香港回归以后 始终不渝的努力方向 从基本法23条的落地失败 到用爱国教科书洗脑的推进 再到铜锣湾书店事件 最后到今天的一地两检 北京不仅阻挡了香港的真民主 而且不断地利用手中的威权 压制香港的自由和司法独立 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 北京当局在香港早已人心丧尽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位署名 北风的这位网友他想提问的是 一地两检香港向大陆出租土地 是不是大陆的国宝在抓捕海外民运人士 又增加了一个方便之地呢 那么继续我就想请教这两位嘉宾啊 我想先请梁主席跟我们谈谈 首先就是今天我们知道 包括您在内 还有香港很多的民主派议员 还有学者 甚至这个很久没有参与这个香港民主行动的港大学生会 今天也都出席了要即将建立这个所谓的一地两检 请关注组能不能先简单跟我们谈谈 现在香港各界怎么样来酝酿 仇运这样的一个反对运动呢 好啊 因为呢 这一次如果政府提议的这一个一地两检呢 是如他这个提议落实的话呢 那么一国两制基本上是完蛋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完蛋呢 就是因为你如果在香港可以第一个就是一个点 就在这个十万册的这个地方呢 来实施传果性的法律 那么有这么一个先例以后啊 其他的口岸区也可以用同一个先例来管理 那么越来越多的这个使用全国性法律管辖的 香港特区的地域里头的地方呢 那么整个一国两制里头啊 保证香港实施香港法律的这一块呢 就会被破坏了 所以你刚才提出的是很正确的 就是香港大学跟其他有罢手大学的同学呢 现在都是明白 虽然他们觉得传统的民主派在争取民主的时候 不如他们的怎么就是前进呢 这个激进呢 但是这一点呢 他们也同意是大家一定要守住香港这个司法管辖权的 所以他们今天呢都参与了我们民主派的一个发起的 大家都有学者啦 也有其他的公民社会的执分者 开始组织起来了 就是有一个叫做一帝良解关注组 我们的任务最主要呢就是把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这个建议里头的一些冒物 这个荒谬的一些物点呢来清楚解释给香港人知道 还有呢就是提出构建我们有没有另一个选择 比如说我们见到这个全国的高铁路线图 其实从香港要接拨这个全国的高铁 在这个深圳跟广州两个大站 我们都必须要经过一个地方叫做福田的 这个福田的这个站呢 根本就可以作为一个一帝良解的一个点 在哪里如果做 这个福田的这个就是在香港跟深圳之间的一个站 那个站呢是一个原来建筑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站 跟广州南站跟深圳北站 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这一个站是可以做一滴两检 而不会就是挑战香港的司法管车权的 而不是到了香港的市中心 好的我们谢谢梁主席的说明 那么继续我们要请教黄律师 但是在请教您谈论之前 我们有几位网友他们做了一些评论 我想在这里提一提 一位署名叫大平的这位网友 他说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 派人去一个有司法保障的地区去所谓执法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怎么会甘心接受 法律对于中共来说是如此的奢侈 与其说去香港执法 不如说是为了完成香港大陆化做准备而已 目的是为中共权贵崛起更大的利益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位署名叫Warrior Matis的网友 他想要请教的是 一地两检方案的出台 是北京要遏制港独的办法吗 还是要终结一国两制的初步试验呢 我想是不是能请黄律师 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好 就是我很高兴有网友 就是我们的观点 我也想回应一下 就是刚才就是一个河北的一个听众 他打进来的电话 我想我想说一句 就是说一国两制 就是说已经是个事实 香港人没有不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也是知道什么叫一国 但是我们只是希望有两 练法律的人怎么会称重法律 但是基本法说的是很清楚的 我们全部是看基本法 基本法第八条说得很清楚 就是香港原有的法律 普通法 横平法和条例 都是一路会原用下来 而且在基本法二十二条 也是说得很清楚很清楚 就是说中央国省 自治区 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又要卸立一个机构的话 他所有的人员也要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这个是基本法条文里面说得很清楚的东西 也是我们从1997年就是要看 要背 要了解的东西 但是有个条文说得怎么清楚的话 如果现在的话 我们真的要为了这个高铁的方便 一牺牲了法治的精神的话 那么基本法的效应是在哪里 基本法怎么会叫香港人还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 我们从来没有反对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想看到两制影子还是存在 所以我想国内的听众他们解决一点 而且也是我们就是心里面就依靠的基本法 如果你是人大可能去到最后 靠解释第七条是什么意思 靠解释我们香港司法部署说的二十条是什么意思 但是这个解释的话 你不可能是只会解释第七条 第二十条 而且不是将基本法好像一本书讲着看 你要看整本书的话 其他的条文是不是可以全部不理了 就是你解释谁 如果人大解释的话 香港一定要接受 这个是很基本的原则 我们绝对了解 但是我们是希望 甚至中央方面 看一看所有的条文 基本法是一本书 不是分开一百六十条 你从一本书去看的话 你要令人家幸福 所以我希望 我给的朋友会了解我们的观点 了解我们的看法 黄律师我继续还想请教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人大的释法 是我们知道今天的最新发展 就是香港社民联的成员曾建成 他在今天向香港高等法院 申请了司法复合 来挑战香港政府的一地两检方案 说他违反了人权法 还有十九项基本法的条文 要求香港法院颁令 来推翻港府的决定 那么批准他禁止或暂缓 政府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决定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司法复合 他最后可能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有可能真的要到最后一关 到中国的人大来释法吗 那么我想同样的问题 也要请教我们的梁主席 但是我先请黄律师 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当然我们可以要求法院解释 就是说有些粗糙时 还是有些条文 就是会不会合情合理 和整个比例上 是不是符合整个比例 我们会考虑很多东西 但是我自法符合 要看的就是基础的问题 是什么 将来真的要实行一地两检的话 我们需要本地立法 又是真的本地立法的时候 我们就看这个本地立法的话 跟我们的法律有没有违反 但是如果是真的说中央是解释 讲基本法的话 我们将来真的要司法符合的时候 也要看基本法原来的意思是怎么样的 本地立法不可能跟基本法是违反的 都要说这个司法符合的有没有可能性 就是看将来的论据是什么东西 如果现在是怎样的说到 比较是空散一点 如果再看将来立法是怎么样子 我们真的很不希望见到中央再解释基本法 如果是怎样解释的话 我们就香港就觉得 哎呀怎么什么东西 全部要中央来解释 有没有几个需要的 说到最后的话 我们所说的这个比较高的效率 比较高的成本 和这个看钱赚多一点 赚短一点慢一点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不是这个体系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吗 那么梁主席您的看法呢 对于这个司法符合 最新提出的司法符合 您怎么看 它的结局可能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真的来改变 这个一地两检的方案 那么另外我也想请您 跟我们谈一谈的 就是说在这个一地两检 引发了各项争议之后呢 也有很多人说 这个香港的新任女特首林郑月娥 在这一方面呢 她的做法 她到底是理清了港人的这个疑虑 还是说更进一步的加深了 港人对她的这种不支持呢 您的看法 首先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中国现在实践的是一个叫做 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政治意识形态 在这个形态之下呢 这个人大是拥有绝对的 无上的没有制衡的权利的 那么如果他是有权用尽的话呢 一国两制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了 那么原来我们的想象就是 香港由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开始 基本法是一个香港的小宪法 我们是有一个保证就是香港呢 不会实施就是全国性的法律的嘛 那么如果你现在都把这个推翻的话呢 人大真的是要有权用尽 你留意啊这个政府的建议里头 是所谓这个三步走啊 这个程序呢 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要人大常委会去同意 两地的政府已经就是同意的一个协议 来进行这个一国一地两检吗 如果人大常委会已经参与了 你还希望透过司法复合 来推翻这个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决定呢 我想机会是很渺茫的 机会当然是不大 因为你不能要求啊 一个特区的法庭去挑战人大常委会 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人大常委会 会不会真的背信弃义到这么一个地步 如果他真的是罔顾原来对香港人的承诺 罔顾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我想法庭的法官呢 是真的不能推翻他的 好的 那么你问我另外一个问题呢 是什么 林郑月娥 不过在现在我们现在时间大约剩下20秒了 非常感谢梁主席的说明 在节目最后时间 实际上我想要来读一读我们几位网友 最后刚刚送进来的他们评论 那么有一位这位署名大屏的网友 他说明明有香港这样一个法治地区不去学习 反而要将之同化 不让大陆的民众看到希望 这就是中共独裁的邪恶 不过呢也有这位网友署名Chris 他呢可能比较悲观 他认为香港可以依仗的政治资本越来越少了 已经没有什么底牌可以限制对方的为所欲为 那么最后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 他说一国两制最成功的就是消灭了香港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还有人权与法治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感谢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嘉杰主席 还有黄国彤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和我们的共同讨论和参与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那么也感谢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您的参与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与您探讨 中国的商业巨头安邦万达海航 纷纷陷入麻烦 这与中共十九大到底有没有关系 请您按时锁定 也祝您有个愉快的晚上 我是郑宇文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